有的人喜欢背部较高的滑鼠 在握滑鼠时掌心能够接触到鼠背 让操作更稳定 就如同我们已经推出的NP-01以及AX一样 但也有人希望 操控时掌心不会因为鼠背过高而有所限制 所以我们以灵活的操控为设计出发点 推出第一款适合平握的 低背非对称式滑鼠外型 Z-GAMP-01S 这是我们和Z-GAMP-01品牌创办人NOPO合作的第二款产品 我们很高兴Z-GAMP-01在2021年2月创建了Sunrise Cup赛事 为日本的CS-GO玩家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联赛 将资源回馈于社群 这也是Voxy选择协助对电竞有热情的伙伴成立品牌的原因 Voxy的第一款滑鼠外型NP-01中 我们提供不限制手腕角度的非对称式外型设计理念 这个理念在于握滑鼠时 通常无名指与小拇指会在滑鼠的右半面 所以我们提供右半面有更大幅度的曲线 让两指有更自然的摆放空间 特别是习惯握在中段与后段的使用者能够感受更为明显 而NP-01S也保留相同的外型设计理念 NP-01S为最高点之中以及低倍的设计 所以在左右垂直移动操控时 能减少手掌与鼠背接触的面积 同时左右较窄并沿用底部内缩的设计 能避免垂直移动时卡到掌根 而右边有更大幅度的曲线 所以适合抓握与指握使用者 另外习惯包覆整支滑鼠 但不喜欢营长性的使用者 也同样的可以感受到更灵活的操作 如果你已经有NP-01 接下来我们会提到NP-01S与它的不同之处 让大家能够更快速的了解外型的变化 如果看过之后还是不清楚 也欢迎与我们的线上客服联系 我们将引导各位找到适合的外型 与NP-01相比 两者长度相同 右侧曲线相似 除此之外 有着很大的不同 NP-01S的背部较低 使掌心与鼠背之间的空间较大 两侧较窄 左侧曲线较为垂直 对部分使用者的好处是 大拇指能有更自在的摆放位置 对应高度降低的外型 我们也微调了侧件的形状 更趋于一直线 这能降低大拇指误处侧件 如果你觉得NP-01的背部过于饱满 那么NP-01S这款低背的外型设计 也许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我们认为选择适合自己的外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准备了与其他品牌的外型对比图 请各位可以到Voxy平台了解更多的对比资讯 相较于NP-01NP-01S的建成略为长一点 更偏向于AX的按键形成设计 如同我们过去在AX设计影片中所提到 针对FPS的玩家 我们希望保有更多一点的形成空间 以降低使用过程当中的误触 其他的部分则保有一贯的按键手感设计 不会晃动 不会撞击到旁边的塑胶壳 同时提供明确的点击手感 接下来我们将快速浏览Voxy的电竞滑鼠架构 除了鼠贴厚度修感为0.6mm以外 大致上与NP-01相同 同样的采用3389感应器 并提供三段2毫秒 14毫秒以及8毫秒的按键反应速度 越低的速度代表开进与连续单点较快 这在不同的设计游戏上 会根据游戏本身设计的不同 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然而这不代表每个人都适用于 最低的速度 因为每个人习惯的开枪节奏不同 我们也看到许多玩家分享 觉得最低的2毫秒太快 所以敢用4毫秒以达到更稳定的手感 所以我们建议玩家可以多加尝试 以找到自己最舒适的设定 追求极清量化不是Voxy开发滑鼠的核心设计理念 这次NP0s的重量一样维持在我们设定的70到80克之间 让习惯一般重量的滑鼠使用者不用花太多时间适应 不带线的重量为71克 如考量到线材搭配线夹的使用 实际使用重量约为71到74克 NP0s沿用两侧缝隙极小化的设计 增加密合度并且避免上下盖位移的状况 两侧有缝的滑鼠 容易因为两片塑胶片的密合度不够产生位移 这对某些玩家来说是一种困扰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 再提升一些使用上的舒适性 NP0s的滚轮手感更偏向于AX 滚轮一样采用24段的光学滚轮 提升了滚动的滑顺度并依然保有明确的刻度 线材的部分采用原有的设计 虽不是极软但富有弹性可以塑形 配合线夹使用能大幅降低线材对操作的影响 涂层的部分我们一样提供了标准与亮面两种涂层 提供使用者选择 NP0s的脚贴与NP01以及AX兼容 单出厂预设脚贴厚度与AX一样变更为0.6mm 以上就是NP0s的滑鼠设计理念分享 理念中如有不清楚的部分 欢迎大家透过Vox的社群或客服系统与我们联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